探寻世上奇闻,领略不同趣事 多米诺骨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这是一种长方形骨牌 起源于中国北纵时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玩的时候直接将骨牌按一定的间距排列成行 只要轻轻碰到第一枚骨牌 其余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一字倒下 说起来多米诺骨牌是一种游戏,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文化 不过我们所了解的多米诺骨牌主体是骨牌而不是其他 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却是人体多米诺骨牌 是不是听上去就觉得非常好奇呢 其实这是很多年轻人都想尝试的实验 他们选择了1200人组成了这样的多米诺人体骨牌 每个人的身后都绑着一张床垫 这样前面的人过来自己倒下的时候就不会受伤 游戏开始之后,整个过程跟普通的多米诺骨牌是一样的 第一个人倒下去之后,每个人都会相继倒下去 整个过程一气合成,非常流畅,没有任何失误 当最后一个人倒下的时候 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全场瞬间沸腾 因为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大家已经挑战成功 而且最终还拿下了世界纪录 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每个人按照顺序一字倒下就可以了 可是真正执行起来之后才知道 其实每一步都有一些困难 想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所有人都有十足的默契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叫上一些亲朋好友 玩一下人体多米诺骨牌 肯定是不一般的人生体验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记得关注,点赞哦 做词,点赞哦 的圣诞,点赞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